2017年6月,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因基建施工,一个汉墓群正在进行抢救性发掘。 正在发掘的编号为147的墓葬,入葬年代初步判定为西汉晚期。 当时,此地属狼牙郡管辖,这种形制的墓葬被称为狼牙敦式风土墓。 风土与外国已经被清理,内观的与众不同,引起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 考古队员对关内景象充满了期待,但从缝隙看去,里面却像是一块木板。 那时,我们都很兴奋嘛,去看,就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块木板。 我想,这个关真是特别奇特,它从外到内都很奇特。 这是关内顶部的盖板,它更好地隔绝了空气的入侵。 移走盖板,关内出现了一汪清水。 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大吃一惊。 这是一汪沉淀了千年的水,清澈见底,关底津气,分外夺目,一切显得古老又神秘。 哦呦,金箔和太太,哦,绝对都是流节的,这得两下你给你。 哦,它就是四个角各有一个,对,四个角各有一个,一个角有一个。 哎呀。 有一些太阳光撒进来,那么那个金箔又是金色的。 啊,怎么形容,怎么形容呢,就是感觉,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碰到这种情况。 正在发掘的这片墓地,大约有汉代墓葬六十多座。 其中的一些墓中出现了大量碎桃片。 经过筛选,发现了瓦当上面的文字,竟然是千秋万岁。 这个家族会不会与皇室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墓葬局现在发掘的比较高等级柜格的墓葬。 出头的带有文字材料,带有它名性材料的墓葬,大概有八座,多姓墓。 另外还有一座女性的墓葬,姓墓。 通过这个,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应该是一个农姓贵族的家族墓地。 在汉代,刘姓是皇族的姓氏,但墓葬所处区域却远离政治中心。 真相到底是什么? 队员们希望能够找到蛛丝马迹,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承担此次考古任务的星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是一个年轻的团队。 考古队长彭玉请来了他的导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任向洪教授作为顾问。 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 他将对发掘工作进行指导。 这个木盒是什么? 在队员们以往的发掘中并没有见过。 考古队员开始提取。 木盒的触感和重量让任向洪感觉到了难度。 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他决定尖提取木盒上掉下的一个构建。 木盒的触感和洪感。 木盒的触感和洪感。 木盒上粘着金箔,装饰着金丝的镶嵌物的材质,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在提取现场,考古队员没有时间仔细观察。 为了保护文物安全,要尽量减少他们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的时间。 我手堵堵的,我这个点了,我说那。 这个,还好。 在这边背后还有痛啊? 有,有痛啊。 这边都有。 没有?太好了。 没想到你,没想到你。 没想到你。 我走了。 保鲜膜来。 用保鲜膜包裹可以暂时隔绝空气,保持水分不流失。 文物交接到博物馆后,它会被更科学的保护起来。 这边我过去,你去的话,就大家。 你扶着吧,我找东西啊。 我扶着,你拍照。 全是黄金,数不个磨。 我用水里,我贴水。 用水里扶着,扶着你。 给我说。 不行,那边刀的,你不用,扎着刀,扎着刀。 那边都是刀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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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哪走。 送哪,你,你,你,我,拿走行。 thế,你,我也,你,我,拿走行。 你,别扑到。 你,别扑到一个地方。 你,要扑地,要扑到。 你,好,你,别扑到了。 你,好,说我说。 我说,太多了。 我说,大事不行。 你,你,别在,别天啊。 我,你,在,是,在,我,是,你,你,我,是,你,我,是。 这个上面有一层约你嘛 它就横花横花的那个东西 你不是昨天脱口的 脱口里有什么时候会水出现 开了 赶紧躲一下躺下吧 开了 就在那儿吧 来 老师来 就顶住了是吧 走了 那是什么 你往哪儿 你脱锁 你先别动啊 你脱了别动啊 来 来 来 我把这个上去 它那个脚构都是 它不是从一只扣起来的 它是两块木头脚起来之后 它有个草 有一个小的很细 很把这么长了一个 像之前一样 有的插进去扁起来 它很脆弱 一拿的话 它就有可能就会坏 它也就是在下刀的时候 也就是有点坏了 上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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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徐进去了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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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脱点 先脱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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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这老虎 挺好的 我把他刷出来 哎呦 行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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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只包金吃虎 汉人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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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木板的底部凹槽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墨迹。 这是一组有着特殊功能的数字,他们经过了年年的水洗尘封,竟然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考古队员很快发现了这些数字的作用,他们标明了镶嵌物的位置信息。 这是一个精雕细刻,包金茜玉的特质木盒,流光溢彩,华丽非凡。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木板的正面。 在水的冲洗下,被淤泥掩盖了千年之久的图案出现在我们面前。 飞扬的青龙和憨蒙的白虎呼之欲出,他们满载着汉代艺术特有的气韵。 散落的金箔被收集起来,想必刚下葬时,被金箔装饰的葬具一定富丽堂皇,气势磅礴。 他们的主人会是什么人呢? 木盒中间顶部部分被提取了上来。 外方内缘的古朴造型,中间一只木质乌龟,考古队员帮他盖上滑落了的金箔。 随着头骨的露出,木盒的用途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当时专门用于盛放牧主人头部的葬具。 这是牙,这是牙,这是牙。 这是牙,这是牙。 哦,天哪,这是个头啊。 这是个头啊。 这是个头的。 也许是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原因。 之前发掘的木,人骨都已朽掉。 只有这副人骨,机缘巧合保存了下来。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木主人,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 一天的发掘工作结束了,惊喜依然萦绕在队员们心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明天将会有更加意料之外的发现。 今天是队员们考古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随着水位的下降,牧主人的头骨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马上要清理的,是牧主脚部位置用竹字编成的器物箱。 中文字幕。 全是 全是最简单 好好好 这个不装了 你配着吧 你先配着吧 打开了一个瞬间 我感觉好像 我们在现场 就是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 整个人 整个目的都很 充满着那么 特别兴奋的体系 好了 好了 给它 好了 我没错 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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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这边吃的东西 都不得了 我这边吃的东西 都不得了 哇 天 太漂亮了 完了 完了 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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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你可清晰 我能吃 小的 太漂亮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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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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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当我们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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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兴奋的 最兴奋的 莫过于发现文字 因为它往往是打开一扇历史之门的钥匙 它可以抛开 它可以抛开浮华 展现真实的历史 因为我们从这边抛开 因为我们从这天空 和我工作人员都知道文字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能够补充一段历史或者更正一段历史或者能丰富一段历史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墓读记载了什么呢 墓主人的身份是否能随之解开 今天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 迷刺 迷刺 尴射 是当官的 就是半夜过来 行 半夜 再半夜 什么念 不明是那个 拎刺 糖具拎刺 诞 很异 是一个 这两片是 明刺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名片 但有明刺是没有实用的 如果实用的话 它再下面还会加上几行字 它这个是没有实用的 就是它越被 使用的一些木片 不能呼吸啊 表露器 抽手 这也是个名字 别忘别忘别忘 哎呦 底下的太多了 哎呦 这肥劲 我们做考古工作的 第一是最关心的是年代问题 发现上面那个目楼上面就写着 啊 原寿二女 还有六 后来发现大概的这些木楼里面 包括原寿二年唐义县的 户口 田集 税收 司法 还有一个兵器服务的经典 就是一份唐义县 在原寿二年时候的一个统计年间性质的 上级公文目标 原寿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年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迁徙之年 触摸这些精美的随葬品 我们似乎仍能穿越千年的尘封 感受到赫赫强悍的文化神韵 他记载的是一个一个厅长啊 他记载的是一个厅长啊 叫大夫 他去追海贼 离去海贼 然后呢 追的过程中被海贼给杀了 而且并且被海贼抢了一些 当时他征收了一些付税的钱 这个厅长的兄长 可能去找政府 说我那个弟弟被杀了 就我想去 我想去这个铁 汉代的这个铁官的官做法 做铁官吏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他穿越时光隧道 来到我们面前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未被记载的小人物 以这种方式 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这两封呢 这是一封 证明牧主人身份的浅测 仍然没有出现 又输出来了 这个字 就是比前面的几个人 那个浅测字 写得很 记录牧葬随葬品清单的浅测 终于被提出水面 根据上面记载 牧主人是唐义县的流姓县令 当时的随葬品之封厚 令人难以想象 而侥幸保存下来的 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考古队员心中疑惑 一个县令 怎会拥有这样奢华的陪葬 根据上面的清单 盛放牧主人头颅的精致木盒 终于有了确切的名字 而这解决了学术上的一个争论 我们把那一片浅测清理出来 毛病稍微清理刷出来以后 才看到上面有一 就写着绿温宁 才真正的确认这个东西 就是温宁 温宁这种上帐的 其实在古代文献里提到的不多 关于汉代的文献里面 只提到了有一条 就是皇帝赐个火光 有冬元温宁这个东西 那说明当时来说 温宁这种帐 就是一种比较高规格的帐 普通百姓是不能用的 对于温宁是什么 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这个西汉墓葬出土的浅测证明了 温宁就是一种成练头部的葬具 在目前已经出土的温宁中 这个的形制最为繁复 制作工艺最为精良 视觉效果最为奢华 它的四壁镶嵌着不同图案的琉璃 琉璃的图案上有金箔修饰 中间上部位置镶嵌有琉璃壁 壁上一只包金乌龟栩栩如生 斜坡位置 斜坡位置是有四只包金吃虎 在温明外照的四角 分别放了四个木偶 其中有人手蛇身的福西女娲 还有两个姿态婀娜的汉代舞女 在后面的发掘中 出土的文物不断刷新着考古队员们 对这个墓葬的认识 身为县令的墓主人是谁 他多大年纪过去 在西汉末年 他拥有怎样的遭遇和命运 这个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看到的湾 我们也能看到 太厉害了 这是据考古工地 三十千米处的狼牙台 史集记载 秦始皇五次巡游 有三次来到这里 而汉武帝刘彻 也曾四次登临 在离龙湾不远处的山脚下 以147号墓为标志的 汉代刘姓家族墓葬群 静静地守护着这片 见证了中国大一统时代 风华的山水 山东大学任向洪教授 带领考古队员 继继继续清理147号汉墓 竹丝中还存有许多墓主人生前的用品 一共是一个树子 三个壁子 汉代时期 成年人树发季 树子和壁子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 无论男女 同静 曾经是祭祀用的礼器 只有王和贵族才可以享用 汉代开始 他慢慢走入民间 成为生活用品 考古队员开始关注牧主人头部位置 在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 在他的嘴巴这个地方 然后有近20公分长的胡子 保存得特别的好 他身上他的头发 牧主的头发 还有那个胡须 还有一些体毛都在 我都发现了 这是一把还手刀 他被从牧主人的头顶位置取出 出看之下 刀的精美让人眼前一亮 刑制上 这是刀剑史上鼎鼎大名的 汉代还手刀 当年 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 李广和霍去兵们南征北战 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 尽管无缘得见他当年的锋芒 但透过刀柄 我们依稀可以触摸到 那个时代汉家男儿的风骨 抽水后的墓底露出了一抹红色 在黑色的淤泥中问外显眼 我需要认识 在黑色的淤泥中 也有一抹红色 我需要认识 你自己发现 我需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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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牧主人左侧 发现了一把剑 对照浅测上随葬品清单 这是一把玉具剑 它上面装饰有玉制剑格 剑制 汉代因为野铁业的发展 钢铁剑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突破了之前青铜剑的材质限制 剑体更加轻薄 剑锋也更加锋利 汉剑讲究入鞘朴实无华 出鞘锋锋芒毕露 因为锈时严重 考古人员不敢轻易打开 我们无缘得见这把玉具剑的真容 黄金错刀白玉装 夜穿窗飞 出光芒 西汉是一个尚武精神 与人性灵光比翼齐飞的光辉年代 刀剑则给那个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这是一顶乌纱帽 它已经陪伴牧主人度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 这是一顶乌纱帽 汉的都是三末 一个应该有 它唱的多少呢 就是一个杂头筋 你要看它是裹头的嘛 牧主人的头骨上附着头筋留下的布纹 这个骨头对纹 一个顶乌纱 肚子 上头的口都没压着 上 墨尘 墨尘 这么发黑 这个头骨看起来是很可怕的 整个图都是黑的 当时我们记得 当时有个工人在旁边说 这个线粒肯定中毒死的 因为它全是骨头都是黑的 后来我们来鉴定的 就是体制人员的学专家 他说这个不一定 他这个应该是跟他 保存的这个环境有关系 并非有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 看那种电视剧看多了 然后骨头黑的肯定是中毒的 也不是 帽子和头巾 使得牧主人头骨部分的绘图 有一丝奇怪的味道 这都好心 哎呦 我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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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短 头部位置器物集中 考古队员决定 先提出牧主人的头骨 人骨通体黑色 显得有些恐怖 不是我倒了 不是我倒了 老姜还是什么 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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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不是你 跟我抬着他 没有 你俩吗 我都没有吗 你俩的队员 要克服内心的恐惧 尤其在面对一个黑漆漆 情况不明的官邸时 老姜 这个球 冰凉凉的 还滑溜溜的 还有点软 因为之前就是说 能够看到他的这个 炉腔之内有一团 黄色的东西 就像人的脑子一样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摸到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是牧主的眼球 什么石子呢 你是不是眼珠子 这么大一个鱼 不可能 一件不明物体的出土 把刚参加工作的考古队员 吓出一身冷汗 就在这儿 你吐出一条 吐出一条 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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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没含着那个球 老虎的球 你吐出 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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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未知 人本能的会产生恐惧 随着经验的积累 所有未知都在意料之中时 一切都会变得得心应手 这是牧主人的口感 就是手的 份 一定要舔 对吧 这是一个原本周身包裹着金箔的瘦头枕 它做工细密 造型粗犷有力 队员们把吊出的包金木球放到了它原有的位置 瘦口中 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赵永生老师应邀来到工地 对出土人骨进行鉴定 我们挖了100多种木的 就这个木里面 其实我们的保存就是干燥的地方 就是保存 金头壳 换起太短了 从牙齿上来到这人年龄不大 从牙齿上来到 他应该差不多牙齿不准 经过仔细观察 赵永生认为 牧主人身高大约1米63 体重为130多斤 去世时年龄40岁左右 这几个追骨都预合的意思 我们叫这个病叫DISH DISH又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 患者会表现为脊柱疼痛或追骨僵硬 财力雄厚的牧主人年仅40 却疾病缠身 营养不了对的吗 营养应该不错 而且它应该是 吃肉什么它多一点 它没有什么取病 骨骼比较强 对比较强 牧主人骨骼粗壮 看上去营养状况良好 在清理到脚掌骨的时候 赵永生在上面发现了 牧主人生前习惯动作造成的痕迹 因为长期拳着脚趾跪坐 在骨头上留下了印记 发觉过半 还没有发现证明牧主人明慧的印章 此时 关内再次发现了别的墓葬中 很少出现的随葬品 这是一枚观印 自用毛笔写旧 两千年过去 墨迹居然清晰可变 下来 打点 纸的 什么纸 什么纸 纸印 那边是 留什么 那边是 六 下边是 什么纸印 一纸印 关印 关印 好好出关印了 写上去的 这个刻得很容易 令大家奇怪的是 印章上的字与之前浅册上的并不一致 墓主人的身份再次成了悬疑 有纸印 有纸印 我不回头 这这这这这 销 一 直印 是不是销 看这销不直印 就这样 到底是哪个销 销鸿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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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提出来吧 还有这个 前厂是糖吗 糖 有不信错了 有红 这有这个 这有这个 这个是糖 这个是糖 这是糖 这是糖 哎呦 做了两个县关 对 拿糖 这是糖 这是什么 这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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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整一的 这都整一的 这个印 这个人的印是吧 这是印 哎呦 哎呦 这上面呢 又出来印 刘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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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七星只有四十岁左右 就成就在两个地方 但是我心里 我觉得这个肯定有一定的背景原因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人像红和彭玉来到了存放器物的博物馆 侥幸保存下来的人骨 向我们透露了牧主人去世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三枚印章的出现 让我们知道了牧主人的身份等级 以及仕途经历 对照前侧上的随葬品 牧主人的身份不知欲出 汤衣林了 汤衣林 反正不在農阳郡 不在这个地方做官 南方 查了一下资料 汤衣林可能在现在的南京六合区那一带 我记得费一个什么呢 修灵 修灵的小县嘛 县的小县县县 那个背后是汤衣 他可能去世的时候就在汤衣的 这个汤衣林的院上 游幻东南 游幻东南 那是落叶归根 树衣 落叶归根的流刺 为何会将公文目睹带入墓中呢 上帝目睹应该是要上交给俊一级 会不会跟当时他这个 社会 西海南起社会太混乱了 扑着变故把这带走了 这都可以 可以不那么样的 人向红认为 这个墓带风土和墓道 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藏制 墓道的话就说明 他身份比较特殊 加上又有那种 比较高等级的藏具 文明这样的东西 他有姓刘 他可能是刘氏皇族的中亲 西汉时期的刘氏皇族中亲 他们生活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 或许与狼牙郡 狼牙国 及汉武帝四次登临的狼牙台有关系 最终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 又一件瑰丽的随葬品横空出世了 墓葬底部出土了各种形状的流理 哎哎哎哎 好 谢谢 我们也见到法国 都法国 记得想想 法国 十六人 四点 这个还有个 零一转 安装上去 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没有想过这个墓园员会发现这样一些东西 一次一次的就是发现了我们对这个目的的认识 当腐朽的丝织品清除后 一块完整的玉席露出真身 因为提前我们已把浅测取出来 那么知道下面一个叫玉席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想到会有整个关顶 全部是铺的玉席 换一下 有红金的吗 这个准备一下 可能是一种金铝玉衣的替代瓶吧 因为它是 它的浅上上就写的是玉片 就我们拿出来看 你知道它肯定不是玉的 它是一种塑造的一个 以前叫琉璃 现在可能认为是千倍玻璃的一个片 当时的人们认为 这个就能当成御用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如此规格的玉席 大胆的用料和精巧的构思 让我们惊叹于它的华美 若是镶嵌的金箔尚在 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 这个墓葬的随葬品 一再刷新着我们对汉代藏剧的认识 这一切让人难以把它和县令的身份 联系在一起 我估计这个不一定跟它是一个 就是先例有关系 有可能跟它作为一个无视中心的贵族的关系 可以想象一个混乱的社会 一位先例突然死于背脊 在一个秋风萧瀟的季节 为赞来自己的故意 墓主人刘次所生活的年代 正值西汉晚期 典章制度的晚辈 文化礼仪的繁荣 无不通过刘次的这场奢华的葬礼 一一呈现在两千年后世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